哈士奇又成为雪橇犬 现在的小伙伴很多称他为二哈 因为他有点古灵精怪 调皮脚蛋又常常饭洒 那这节课Carrie姐我就准备教你们画 哈士奇的尖笔画 你们准备好了吗 开始咯 首先我们要画出整体的外轮廓 两个尖耳朵 脑袋连着身体 画出卷翘的小尾巴 四条腿强有趣的画出来 不要着急 慢慢画 画好了整体的大致样式 跟着Carrie姐我一起画脸部的五官 哈士奇又成为雪橇犬 现在的小伙伴很多称他为二哈 因为他闻 橢圆形的小眼睛 哈士奇的鼻子画在脸的中间 张开的嘴 吐出长舌头 他看起来很开心 我们给他画上带着铃铛的项圈 感觉身体现在空空的 我们给他随意的画点花纹 嗯 这样看起来好多了 跟上Carrie姐的节奏 哈士奇又成为雪橇犬 现在的小伙伴很多称他为二 我们开始给他上色 哈士奇一般是灰白色的 所以用灰色的画笔 将脑袋的扇部分 以及身体的花纹 涂上浅灰色 小心涂 注意不要涂到线外 涂上了小舌头 我们用红色图号 扇圈用棕色 小铃铛用金黄色 最后 专世的小雨气泡 也用亮丽的黄色图号 这样我们扇色的部分也完成啦 你们都完成了吗 那又到了Carrie姐问问题时间 哈士奇是狗狗品种中的一种 那你们知道还有哪些品种的狗呢 喜欢跟着Carrie姐学画的小朋友们 记得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搜索微信公众号 阿图的玩具世界 或扫描二维码 获取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